今天要教大家悶敷啦 首先你需要高效 我拿的是小罐的 高效保湿精華爐 你們家裡的是大罐的 應該瓶子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 然後呢 再來你需要平衡 平衡霜也是這個 但是平衡霜的新包裝 是長這樣子的 讓大家講一下 這是新的包裝 然後還有PGA 還有保鮮膜 診所用的是玉米保鮮膜 那你家的話你就隨便拿你的保鮮膜也沒關係 只是因為之前塑化劑的事件 所以現在我們診所都改用玉米保鮮膜 比較安全 那大家很好奇用量大概要多少 我已經先裝好了 這個是高效 這是平衡 所以呢 很多人都會說高效啊 是不是會插不勻 對 如果你只有狗一國這樣子這樣子 當然推不勻 所以你看到我是這樣子 點點點 再推開 是不是就比較好推啊 然後其實這樣子還是沒推勻對不對 沒關係 等下上了平衡之後就會推勻了 好 再來呢 平衡霜 平衡霜我自己呢是喜歡上厚厚的 尤其在兩夾的位置 因為我自己兩夾很容易 紅紅不舒服 所以呢 我會先上的這兩夾重點加強 那像我同事啊 他比較在意鼻頭粉刺的問題 他就會鼻頭腹厚一點 所以是每個人狀況不同 會有不同的情況 就是加強的位置不同 所以你就自己斟酌 那或者是剛 像我剛做完AM啊 做完肥鎮 皮膚比較乾的時候我也會上的比較厚一點 那因為額頭比較還好 我就會把量減少 不要再著重在額頭的部分 那臉頰的地方要加強 這一塊要塗得厚一點 然後塗得白白的 看得到嗎 那當然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如果你臉的問題是比較 現在只是保養的話 你想要省錢一點沒有那麼厚也可以 那如果你現在症狀是比較不舒服的 你覺得你比較紅 比較乾 比較腫的時候 那你就要用好多一點 好再接下來就是PGA PGA呢就是壓12下 大概要至少這樣子 看得懂嗎 再多一點 就是壓到底啊 一下這樣子就壓到底 壓 連續壓12下 然後把它勾到臉上 好就這樣塗上去之後呢 你就封保鮮膜吧 那有一些人跟我講說 他敷保鮮膜的時候啊 他不好睡覺 所以呢 我會建議你分多塊一點來貼 因為分越多塊的話 比較不會那麼悶 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是頭會先貼一塊 就眼睛我不會貼起來 因為眼睛貼起來的話 會有些人會覺得眼睛 會燻眼睛會不舒服 所以我通常不會 不會貼到眼睛 我會貼很多塊 那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啦 你想要怎麼貼就怎麼貼 我只是建議你 我貼法而已 我有個同事啊 很可愛啊 他整張保鮮膜貼上去之後 再開眼睛跟鼻子 他說他每次敷保鮮膜 都生死一瞬間 感覺快要窒息了 我就跟他講說 你千萬不要說 你在我們診所工作 不然太丟臉了 不然敷保鮮膜悶死自己 這也是會上新聞的 那是我們的會計同仁 那你看你自己怎麼樣 比較方便敷 就怎麼敷 我只要有敷到就ok 只要都有貼到就好 所以我自己習慣這樣子 一塊一塊一塊 就會比較好睡 因為如果你整個悶住的話 其實真的蠻難睡覺的 你看看我多犧牲 整個人貼了保鮮膜 要上鏡頭 還好我已經架了 不然我真的架不出去了 好以上就是貼保鮮膜 那如果說你們問我說 要貼多久 你可以貼著睡覺 就這樣貼著睡覺 然後如果半夜他掉了就算了 那如果你可以貼到早上 那就很厲害 就這樣貼著 那如果你真的貼不住 你就看你能貼多久 就貼多久 我自己是至少會貼兩個小時 看你們自己的狀況 如果有問題 再發問吧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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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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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